网页高调铺满整面五星旗 仔细一看竟然是高雄市环保局 饮用水的官网 昨天深夜疑似遭到骇客入侵 环保局已经在凌晨关闭网站进行检修 也有警方介入追查 而在对岸中国的微博上则火速跟进 宣扬红客侵入台湾政府网站的消息 在美国众议院长裴洛西访台前后 中共文攻武嚇不断 解放军不仅在昨天五间开始 在台海进行实弹演习 资讯战更是一波接一波 除了连日来发动假消息攻势 三日国防部外交部以及总统府等网站 都因为骇客入侵而一度停摆 而发动攻击的 其中可能来自中国恶名昭彰的 红客联盟 根据脸书粉砖奶茶同盟的截图 来自中国的红客联盟 在中共军演之际 也试图集中火力攻击我国政府的网站 红客觉得是五星红旗下的骇客 以爱国民族主义等作为宗旨 中国的红客联盟在2000年 由创始人Lion零用组织 其间历经几次改组 在今年7月才刚宣布解散 如今再度出现 小粉红高虎爱国一片 而红客联盟历来 有许多和他国骇客 互相攻击对方政府网页的事件 原因大多与中国主权争议有关 其中2001年 由于共击与美军在南海撞击坠毁的事件 红客也曾骇入白宫网站 这次不仅台铁营幕 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网站也遭骇 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就指出 光是3日当天的网工总流量 就高达1.5万GB 比过去单日高出23倍 也让台湾各界高度警觉 伴随中国恶意而来的网络攻击 记者吴宇辰整理报道